在部落祈老的祈福下 石门国小毕业班学生们 启程前往旧部落 家长与学生共成一周 彼此调整默契 一起找到往前的方法 学生们也尝试用传统鱼楼 在河里捕鱼 不但要依据西鱼习性找位置 还要就地取材 把鱼楼布置成西鱼喜欢的环境 对学生来说都是难得的经验 到了如何生存跟生活 和大披护手 然后我不会怕 就是在夜间读词的时候 不会怕 那个补鱼的同学人 在班上是 我觉得是特别雕条的 可是这个指纹天资 我非常庆佩 只要每位老师上去 他用的东西都打 只要谁去唱 他一样都会唱 师门国小每年都会安排 六年级学生到山上上课 目的是检合学生 在校定课程的学习成果 包含划船 生火 鱼猎 夜间独处各项考验 期待培养出守护山林 关怀土地的部落人 整个课程的安排 也希望透过小花牛 长触角的这个课程 让孩子们长出学习力 长出行动力 长出对土地关怀的关怀力 在旧部落两天一夜的生活 学生们在困难中找到解方 在任务中共同合作 将知识学习化为生活实践 从心里逐渐长出自信与能力 原习文巴朗 评论牡丹 才能报道